西安和肺癌的关系 可能是大家当今 是大家最关注的一个话题 西安的问题 我们2018年 在我们网络有一个调查 网络公开调查的结果显示 中国我们年轻人 尤其80后90后的西安的比例 可能高得近 有的报道比例是50%以上 西安是我们非常严重的一个社会问题 西安现在已经被公认 被证实为心脑血管病 甚至肺癌和各种恶性肿瘤 最为常见的最重要的 最直接的治病原因之一 那么西安来讲 是吧 那个因为患肺癌死亡 是吧 我们调查研究 所以西安者 是吧 患肺癌死亡 欲为什么不西安者的10倍以上 那么我国男性肺癌的这种发生 是吧 又有70%和80% 这种这么高的比例 慢慢都是由吸烟所引起 那么女性肺癌 是却有三分之一 相信30%是归因于什么呢 吸烟和被动吸烟有关 那么吸烟的年龄越早 那么患肺癌的危险性就越大 那么阉龄那60年车 是吧 他的肺癌的死亡率 要比阉龄20年车 高出什么 100倍左右 那么阉龄在60年 到20年的人当中 肺癌的发生率 比不吸烟人的发生率 高出了100倍 年龄在15年 是25年以上 是吧 阉龄的人 是吧 肺癌的发病率 是不吸烟人群的4倍以上 那么吸烟在20年以上 20年以下开始吸烟 每天吸烟20日以上的 都是肺癌的高位人群 所以我们现在常说的一个 非常专业的话 叫二十包年 什么叫二十包年呢 就是说 你一天吸一包 连续吸二十年 还有一种办法就是 一天吸二十包 连续吸一年 是吧 这样的成为二十包年 那么都是肺癌的高位人群 所以很多观众找我看病男的 说我都已经戒烟了 说怎么我还得了肺癌 我问你戒烟多少年 他说我戒烟十年了 我说你抽烟抽了多少年 他说抽烟了三十年 是吧 那么我说你来不及了 你已经什么了 已经被什么了 被造磨了 什么叫造磨呢 就是我们在实验室里 是吧 要给一个老鼠 是吧 一个健康老鼠 让它这个造成肺癌的时候 我们拥有各种致癌因素 去刺激吸入发胎 从来导致肿瘤 我们把这种过程叫造磨 对吧 我说你被造磨了 他说什么意思 兄弟要不要解释一下 实际上就是我说的 二十包年 看你怎么算 你说的 我说您不行 我跟你造磨 我们把 真正尚 洗脏老鼠 р shutdown 我们的 传受